相差五岁的姐妹彼此之间互相让出读书的权利 其实是在让自己将来的人生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很纠结 到底是大的读小的不读还是小的读大的不读 我还是觉得让姐姐先上 上班了以后你能挣到钱了 你再继续供你的妹妹上学 晚几年不怕什么 对吗 本来我家里面就是希望我考一个好一点的大学 但是现在我没有考上好的大学 那就应该让妹妹更好的读书 她的成绩一直都非常的好 又是班上的班长 她如果继续读书的话 她将来她肯定能考上好的大学 她可以云自己的梦想 她可以把我们家人的梦想一起给云了 我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 我出去打工赚钱的话 你比她赚得多 她根本就没出来过 她出来被骗了怎么办 你今天带来的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我妹妹的校服 我希望待会妹妹过来的时候 就是穿上校服跟我回去上学 湖南顾家中有两姐妹与父母幸福地生活着 可是生活的不幸突然降临